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收到以后给他回了一个邮件 说赏老师 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 但是我来之前呢 听说池子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 很多人 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他 很多人把它誉为中国脱口秀的未来 由此可见 我们中国的脱口秀是没有未来的 今天我来这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 王自剑 你的节目还在呢 哇塞 收视率那么低啊 我觉得要不然做节目这方向 你就跟陈汉点学一学嘛 该停就停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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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话了 节目停不停 汉点说了不算 真事啊 刚才那个自剑在后面跟我说 姐 你看 我现在瘦了多少 你看 我这身条 姐 我瘦30多斤 我说自剑 我的节目收视率要差到你的节目这样 我都瘦得跟石子一样了 你们不要总是说我胖 好不好 我胖是因为我压力太大 我有太多好笑的节目 太多的人邀约 太多的观众喜欢我了 我压力大 这种痛苦 你懂吗 汉点 哎呀 自剑也跟着笑 真是奇怪 我特别想去上康熙来了 主要的原因是想见康永哥和S姐 虽然他们的节目现在停播了 这个愿望肯定是破灭了 但是没关系 今天我依然能够跟汉点站在一个舞台上 我觉得特别的荣耀 在这里我特别想跟汉点说 你咋来了呢 该来的不来 不该来的西亚来 本玉是咱们万万家族的那个颜值担当哈 刚才还说我在后台跟你说 贾玲姐不要看上我哟 本玉 你在电影里一共出演了一分钟 我别说看上你了 我连看见你都难 咳嗽一下你的镜头就没了 今天的主角 教授 哎呀 教授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型 没关系的 教授 不用怕别人嘲笑你 现在很多当红的明星都是这个发型 比如说徐珍啊 孟菲啊 鲍贝尔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care这个事情 虽然他们比你帅 但你没他们红啊 还有一些网友很奇怪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骂教授的电影呢 你们看过吗 你们就说不好 我亲自参演过 我深度参与过 我认为只有我说不好 才叫真的不好 教授 不好 哎呀 教授反正是一个特别有先见之明的导演 那边我去演的时候 表演方式特别的浮夸 我说教授 我说 这么演观众会不会骂我呀 教授 哎 放心吧 没事儿 谁会骂你呀 放心吧 放心吧 哎 果然电影上映以后 观众都去骂导演了 哪有空管我 不过啊 吐槽了 关于教授的这么多电影 但是他真的做到了 而且他真的用心 真诚的在为大家做电影 希望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掌声过后 我还是想跟教授说一句话 续集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哈哈哈 坑人你们 哎呀 我就是来拍点照片啊 你继续啊 你说我穿的这么厉咯 大褂都穿上了 你怎么上来了呢 我怎么就不能上来呢 在下啊 不才 效果 郭麒麟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给各位拜个晚年啊 还效果 郭麒麟 我跟郭麒麟说的是相声 嗯 你们这舞台哪像相声啊 半上不就像了吗 让我从我的后腰 套出一个小道具 哎 你就说巧妙不巧妙 挡住了吐槽 没有挡住暂住 哎 这什么玩意儿啊 无所谓啊 舞台再剪了 也不影响我多冠军 还是很有自信 哎 因为呢 最后一期了 其实应该说点掏心窝窄的话了 说呗 其实我 我对你们这个单位 其实意见真挺大 就是最后一期说掏心窝子的话 就说这种话 太落后啊 同志们 等一下啊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落后啊 还不承认的是吧 当然不承认 你说说 这节目从第一期落到现在出多少事 您都预料到了 啊 我就算安全性免到今天的 那您可以说说 今天啊 嗯 我就给你们传授一下优秀先进 并且安全的喜剧团队的经验 这咱们应该听一听啊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 首先啊 脱口秀这个行业 不讲规矩 怎么说呢 不讲 你看 那不行 嗯 你看你啊 第一届脱口秀大王 是我 我 后边新人来了 对你有尊敬吗 没有 我来了这么多期了啊 王勉给你沏过茶吗 没有 忽兰给你垂过腿吗 最可气的就是杨蒙恩 居然没有给你磕过头 一次都没有啊 这个方言啊 不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论词排班 是这个原因 哎 哎 你看我们好歹 有个云鹤九霄 对不对 你们再没文化 你们起码 你来个一二三四也行 哎 你看到那个时候 庞博 就不能叫庞博了 那我该叫 庞一博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挺有意义 这个名字呀 怎么样 这个名字我的命格单待不起 王建国 就不能叫王建国了 他叫什么呢 王二建国 你看 一个一博 一个四姿弟弟 你们这个流量 粉丝能到三千万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说你一句啊 你惹事回你们自己单位惹事好不好 不要在我们这儿骗乱啊 像这样吧 我就 我不说别人了 我就单说你 单说我 单说你 单说我 我们这行业里面有钱 不认为其他人了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你这个单位最不不不不 你还是看一眼提字器吧 我觉得 你们单位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整体学历太高 哦 因为我放眼一看 全是大学生啊 大学生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行啊 本来其实是有一个高中的 但是人家走了呀 那么这个人是 这个人现在不太方便提 咱俩不说了 关键是你们就不应该去学校招 你知道吗 那去哪招呢 澡堂子呀 放馆 动物园 这种地方 哎呦喂 你们单位 你看连个胖胖的服务员都没有 天哪 这么神奇吗 你别在这儿影射我师哥 我告诉你啊 就是咱们神奇 好 您说说我 那我讲讲别人这都不重要 关键我说说你 嗯 在你们单位像你这种 长得好看 是啊 说脱口气又不可乐的人 嗯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走饭圈路线啊 走饭圈路线啊 以后这男粉丝女粉丝都改名了知道吗 你们叫效果女孩 都是女孩啊 但是一波你得注意 不能轻易谈恋爱 我已经结婚了 我就跟暗词说好不好 咱们这个提字器是有作用的啊 这不就是提字器写的吗 我得说清楚啊 还是要说辛苦 但是大家很危险 我告诉你啊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 你真想火 说这个不行了 想火 确实想 说这个不行 你给顺应时代潮流 应该怎么着 怎么着知道吗 嗯 拍短视频啊 那样长粉才快啊 既云辉煌只能靠自己 舍货 好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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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职业生涯没有干过这种事 谁放的音乐 你这教我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就你这你还想拿冠军呢 那我怎么着才能拿冠军呢 你教了我半天经验 你们德云社最简单的那一条 你怎么不用呢 什么呀 就是你们到了所有的喜剧节目 到了最后一期 临门一脚想冲击冠军 不就是靠马人吗 你说着都白说 我们单位的人没来啊 别着急啊 你不都效果坠续了吗 我们的人不就是你的人吗 来吧朋友们 来吧 passe 啊 你们也 couldn'tWith 我 这都你吗 笑 啊 哎呀 这个场面真的似曾相识了 怎么样 这也是我期待的场面 有没有一种回到单位的感觉 别人都马齐了 现在就看您的了 好 吐槽大会有一个小曲叫大石化 献给在座亲爱的各位 有些编辑我感觉是被你们扭枪指着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天有日月何星辰哪 日月传索催人老 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你说说这些嘉宾 说一历敬亲 一看就不亲 他那采访没安好心哪 一季吐槽大会录到最后 吓走多少嘉宾 我算了 23个 说建国亲 雪秦都不跟他亲 背着建国外边找情人啊 他和那个孟赫堂俩人问得咪 全忘了雪国列车这等好CP 也成寡妇了 说大张伟亲 就枉免跟他亲 继续叨叨潮的人 头晕呢 如果说吐槽大会不让用刀鞠鱼 他那节目到不了第二轮 把我们这当低厅了我跟你说 说李旦新 这个最亲 这是我们的老父亲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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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那个张绍增俩人配的好啊 这么说来他算老母亲 要说亲现场的观众最亲 观众也有按心连作心啊 曾经这早年间有证句谷话 没有君子不养义人 抱枪拱手 尊列位 愿助位 赶紧投票 我想当冠军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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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乔山 今天来到这特别的开心啊 然后头一次来到吐槽大会 吐槽这两个玩意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我今天更开心的呢 是能见到王迅迅哥 提到迅哥呢 我们绝对会想到一个人 就是黄博 博哥 这个博哥呢 对迅哥呀 真是太好了 拍电影带着他 上节目带着他 出席各种活动 典礼还带着他 如果有一天 黄博离婚了的话吧 王迅的抚养权 将来肯定是个最大的问题 是吧 然后呢 黄博肯定得跟媳妇说 媳妇你这么得吧 王迅归你吧 他媳妇肯定说 你给我扯一遍大 我行 那晚上你给我扯一遍去 是吧 其实迅哥 我跟你说 要是我吧 我就不给人添这个麻烦了 我早就离家出头 回头我就走 下面说一下高静老师 是吧 静哥 也是我们东北老乡 你没看吗 就是上了这么半天 我也没跟他有眼神 有对视 因为我看着他吧 我就 我不能看他 为什么呢 因为高静老师的歌 在我们老家 确实很受欢迎 每次在KTV 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吧 肯定有一个人起高调 巴蹦起来 来 我给大家整一首 我的好兄弟 巴 唱完了以后 来干一个 刚刚就干三瓶啤酒 刚干完三瓶啤酒 又蹦上了一个兄弟 感谢刚才这位好兄弟 带来的我的好兄弟 下面我要给在座 所有的好兄弟 再唱一遍 我的好兄弟 然后呢 你想啊 这一唱 五遍打底 唱完一遍 喝三瓶 唱完一遍 喝三瓶 喝得我是娃娃吐 所以导致 我一看着高静老师的脸 我就 往上压 有点远 高老师 反正就是说 你的歌好不好 咱们就暂且不说了 但是太费啤酒了 而且呢 我确实觉得 我确实觉得 就是我的好兄弟 这首歌 最适合表达的 就是那种虚伪的兄弟情 就是那种塑料 哥们花那种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头回见面 喝点酒 没怎么着的 我跟你说 你就是我兄弟 咱俩就出一辈子 我的同态 真的这首歌我太了解了 因为我和大鹏修瑞 经常这么唱 我们俩就没唱过 这个下面呢 我们就要说说 陈志鹏老师了 加入小虎队 火遍了全亚洲 但是我没记错的话 也是20年前的事了 是吧 看了小虎队 三个成员 最近的事业发展 突然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就是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个叫苏油棚 一个叫乌棋龙 就拉下个陈志鹏 真奇怪 真奇怪 厉害厉害 没事 行了 这个这边该吐差不多了 让我们演演这边的吧 这两位 今天的主咖 是吧 筷子兄弟 我看这俩人吧 我就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想我啊 中央系学院毕业的 学表演的 对吧 这两个人 一个是学导演的 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 凭什么当主咖 不就是因为写了一首 烂的街的小苹果吗 高进哥 回头咱俩也写一首歌 歌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大喜悦 当然了 咱们砸人不能往死里砸 对吧 筷子兄弟嘛 你也不能觉得 啥也不是 是吧 去过 去过美国 去过美国 然后去参加了全美的音乐大奖 唱了小苹果 我跟你说 大家伙 真的 能参加这种档次的音乐盛典 真的很了不起 对吧 虽然只是表演嘉宾 是吧 虽然呢 就是在广告时间 虽然呢 国内也没有转播 是吧 我就想问问 你俩干啥呢 干啥呢 是吧 你俩呀 就是在人家中场休息的时候 表演嘛 就是 是不是跟NBA那个 拉拉队一个兴致 是吧 观众都上厕所去了 才把你俩给拉上来 我和杨哥很熟啊 小杨哥 因为我们一起拍过电影 然后也合作了很多的项目 确实 他也是背着王太利干这些事的啊 同时也透露出 也想跟我弄个组合的想法 叫刀叉兄弟什么呢 但是 但是我 确实这样 我想劝一下太利哥 你也想开点 是吧 合作这种事 今天没有我 明天也有别人 就是你俩就好聚好散 外部的原因都是借口 归根结底 就是不爱了 好不好 所以我劝你呢 长痛不如短痛 早分早好 成就我和肖阳 一对幸福的小搭档 说了这么多呢 那都是节目效果 我们台上互怼互相吐槽 但是台下我们都是好哥们 谢谢大家 我是乔珍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 真奇怪 真的 有人说 您是不是想靠吐槽大会 重回事业的巅峰啊 啊 吐槽大会 什么鬼啊 才播了几次啊 有环珠格格重播的次数多吗 这位是 曹云青 曹云青 你怎么坐我位子上了 你也是来洗白的 我刚才看一熟人 这不沙宝吗 你怎么也来了 你也不黑啊 还行 还行啊 我想了一下 你来也对 是得在百度百科上 除了暗箱之外 加点别的了 可以吗 真的 曲影啊 是一个特别单纯 特别单纯 特别单纯的姑娘 每次我跟她上街 只要人家叫她女神 她都相信 其实呢 我非常感谢曲影 感谢她这么多年啊 都不当演员 终于在老年当了演员 你看她这肤色 如果当年她当了演员 少年帮今天根本没我的事 我平常呢 不太关注娱乐圈的新闻 我也不知道周伟彤是谁 我刚才问沙宝 我说 这周伟彤是谁啊 沙宝说 你千万别上网搜他照片啊 你一点网就中毒了 这期的嘉宾呢 我认为都很有奉献精神 你想让自己变白 你就站在曲影旁边 你想让自己显得高 你就站在少刚旁边 你想让自己变得美 你就问问伟彤 医院在哪啊 刚才啊 我在后台 我看见张绍刚跟曹云金在争票房 张绍刚说 我的电影起工有四十万票房的 你那电影才十六万 曹云金说 那只是一天的呀 诶 旦旦 第二天院线给他拍片了吗 没有 我听说啊 今天的主嘉宾是相声界的颜值担当 我一看呢 哎呀 早知道我说相声去了 演戏多累啊 不过真的很遗憾 我到现在都没有听过曹云金的相声 我打算过几天去听听 因为我听说啊 他的票啊 票有所值 你只要买一张 你就算包场了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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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金啊 我这个下去之前呢 我得送你一句话 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 承受多少的责难 你都别忍 因为据我的经验 你忍了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演员瑞扎 我确实是通过网友李旦 接到这个节目的 他说让我来参加吐槽大会 我当时看了一下这个节目内容就说 这不就是怼人吗 这有什么意思呀 我天天在微博上怼人 汪老师写过非常多的优秀作品 就我本人了解 比如本世纪初期 著名的影视剧 铁齿铜鸭纪晓兰 的第三部 第四部 神医喜莱乐 的第二部 全是剧集 别人把什么写火了 他就跟着写什么 汪老师你怎么那么爱跟风啊 节目组你千万别把我那新闻给汪老师看啊 我特别担心这个季节 汪老师他穿着吊带就去机场了 你来乐衣我写了 汪老师 在这儿我就一定要说你了 作为一个编剧 不好好写作品 天天出来主持正义 你说你这太不正业了吧 你说你这个到底像什么样子 你这不就跟我一个样子吗 汪老师呢 很嚣张 自称自己是雷剧一哥 而且竟然对外宣称 说刘兴宇的女主角 是我海琳的戏眼红呢 我当时呢就有一个记者 就说打电话 想跟汪老师求证此事 然后记者刚一拿起电话就说 喂 您好 只听电话那头说 第一 我不叫喂 我叫汪海琳 董游林呢 自称是成龙大哥的外甥 从来没有自身吗 他说自己呢 本来不相信这个娱乐圈 哎呦 我觉得这一行啊 不靠谱 你说这一行啊 他再也不靠谱 能有你上次主持不靠谱吗 就你那主持啊 我的确看了 主持人呢 需要很多能力的 辨人识人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临场应变能力 这几个能力 我们家董游林 全都无能为力 但是他居然 竟然还发展得不错 像林练这样的人生呢 用你姨父成龙大哥的话 那就是 加了拖子 下面呢 是我们今天的主咖 周正南 为了周正南 我特意 拿了一个手感 我要好好介绍一下它 周正南 周正南 南 2010年生人 12岁 开始专业学习舞蹈 14岁 只身千万韩国 当了三年之久的练习生 你们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吗 他为了追求音乐梦想 甚至错过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大场 周正南 17年到19年之间 一直在选秀营里 封闭式训练 19年出道进入社会之后 包友也不知道 截屏他也不会 表现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疏离感 那种感觉就像这孩子不是练习了三年 而是犯了什么错 进去了三年 感觉不是刚出道 而是刚出来 我们男的呢 是Rice的队长 这个男团呢 他有11个人 非常有意思 因为要是你唱得不好呢 可以还可以代表国家去踢足球 对 这个团名也非常有意思 叫R1SE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着是RUN 第一 3 Energy 这几个单词 针对的人群非常明确 所有词都逃不过 小学生的英文词汇量 包括我本人的词汇量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以后 我要是不当演员的话呢 也可以以起名为主啊 为生 因为右脸你看 听说你好像是也要组团是吧 就我正好就是突然 突发起想想了一个名 你要是喜欢就拿走 我不收钱 好吧 名字就叫做UGLY UGLY 四个字呢 分别代表的是 Up Good Lucky Young 全是好词 是不是 喜欢吗 特别喜欢 演出的时候 你们一上台就可以说 大家好 We are ugly 然后呢 观众影员也非常激动 就说 Yes You are Yes Yes 周正南有一首歌的歌名叫做镜子 据他自己说 灵感来源于尼采的诗集 当时我就想说 现在的男团都这么厉害吗 文化这块也不掉链子 直到我仔细看了那首歌的歌词 才发现原来整首歌唯一跟尼采诗集有关的 只有镜子两个字 合着您看书的时候只看书瓶呗 那我觉得啊 真的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劲 姐姐来交给你 其实呢 你看啊 这个灵感啊 它可以来自于很多地方 它不一定费给 是吧 它也可以来自于这个 比如说洗手间呢 比如说刚才咱们那化妆间啊 是吧 或者你可以学学你的前辈 正迎龙哥哥 对吧 在餐厅门口找棵树 自己就能造一镜子 我真的觉得周正南是未来可期的 不仅才19岁就坐到了今天主咖的这个位置 还早早就实现了穿衣自由 让我特别地羡慕 穿衣 这一点呢 咱们俩都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 当然 还是你走得更靠前一点啊 周正南呢 他和我有一点特别像 你看啊 他是一个歌手 可最后 却因为他的呆萌火了 而我呢 一个女演员 演了这么多年的戏 却因为 我的穿衣火了 网上有人说 我光有话题 没有作品 我觉得这些人呢 真的是 真的说得太对了 真的 所以在此呢 我就希望各位的优秀的导演们 不要再犹豫了 像我这么努力演戏 有自带话题的女演员 真的不多了 快来找我演戏吧 谢谢大家 我是演员 皮沙发 热衣扎 谢谢 好 感谢你们敷衍的掌声啊 首先 特别想提我跟我的好朋友 大宝说一句 前面的嘉宾老师 把咱们吐槽得实在太狠了 在此呢 我必须 用你的一首歌 来鼓励一下你 终于等到你 不好意思 张亮颖的歌 错了 忘了忘了 最近听歌少 容易搞混 大家好 我是艾伦苏星 张绍刚老师呢 纯属喜欢挑事 这个我呢 确实是 著名的娱乐圈的头号 首席巴萨球迷 我看球的时候 有很多的症状 比如说这个嘶吼 狂叫 发疯 受无阻导啊 别说黄马球迷不开心了 巴萨球迷 在得知有我 这样的物种之后 也不太开心 但今天开心的是什么呢 终于有机会 很荣幸地 见到了 龚琳娜 龚老师 真的真的 很多人说 龚琳娜的歌 不好听 我认为是 没有见识的表现 龚琳娜老师 那个不叫音乐 叫实验音乐 实验音乐 不是为了好听 是为了做实验 看看观众朋友 到底能忍到什么地步 其实很早我就听过 龚老师的神曲 忐忑 哇 当时惊为天人 印象深刻 那一个moment 瞬间 以斯帕尼不懂英文 那一个moment 我就把龚老师 封为了我心中的 先锋艺术家 这首神曲 郭真是 艺术家先锋 观众在锋 也对 何大宝 何大宝 我要酝酿一下 何大宝 何杰 我圈里的最好最好的朋友了 草点太多 不知如何吐气 何杰当年超女比赛的时候 据说跟李宇春关系还不错 后来何杰结婚 那天我去了 打扮得人模狗样的 李宇春没去 说是这个时间有什么问题 在现场我看得出 何大宝还是有一丝的小遗憾 所以 为了让李宇春 能够参加自己的婚礼 他果断地选择了离婚 再办一次 这才是hip hop精神 one more time baby 特别棒啊 那另外呢 作为何大宝的常年老友 我一直非常替他担心 因为他总是不小心就摔倒了 演唱会摔倒 颁奖礼摔倒 金鸡奖 两次不同角度 不同姿势连续摔倒 何大宝当年的走红史 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摔倒史 经过了多年的摸爬滚打 如今的何大宝终于成熟了 他再也不会在颁奖礼上摔倒了 因为现在的颁奖礼 已经不请他了 咱俩差不多 很多网友说 很多网友议论说 这个苏醒是不是整容了 以前这个下巴尖的 怎么整圆了 下巴尖了 整圆 这不是整的不好 这是脑子不好 我啊 33的人了 胖不可以吗 胖还这么横的 确实不对 我会减快 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跟机会 谢谢 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 说苏醒很久没出现了 怎么会来吐槽大会 其实大家今天看 我们这一台的嘉宾 真的是各式各样品种 非常齐全 有的歌很红 有的人很红 有的造型很红 像我这种这个歌不红 人也不红的嘉宾 其实压力挺大的 但是我有我的优势啊 我价格好 物美价廉 节目预算有限 本人物美价廉 最重要的是价廉 这是要打广告 其实呢 作为一个音乐人 总有朋友会放一些歌曲 让我评价一下 听是宫廉娜的新歌 编曲是不是很洋气 听这是李玉刚的新歌 作词是不是非常好 听凤凰传奇的新歌 手机喇叭是不是特别像 手机喇叭是不是特别像 好了我们都知道啊 凤凰传奇呢 办了很多的演唱会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凤凰传奇 他们的歌迷是非常疯狂的 他们的歌迷的疯狂程度 堪比摇滚乐迷的疯狂程度 台上唱得嗨 台下就开始砸椅子 不同的是 摇滚乐迷砸椅子 是为了宣泄内心的情绪 凤凰传奇的歌迷砸椅子 是为了腾出地方跳舞 最后这个pose不算 他们的舞没那么洋气啊 凤凰传奇 而且据说是唯一在鸟巢开演唱会 不会赔钱的艺人 掌声在哪里 什么概念 其实很简单 大家想一想 凤凰在鸟巢开演唱会 多大的主场有始 这是点啊 开完回家全得洗头 别看我对凤凰传奇 吐槽得这么狠 其实呢 说心里话 他们是内地华语乐坛的 一个标杆 而且我一直对他们 非常有信心 我相信 在二人不懈的努力之下 凤凰传奇一定可以 红到美国 红到纽约 红到时代广场 毕竟在时代的广场 也是广场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我是吐槽大会节目组的 一名编剧 也是一名球迷 对 然后这次上吐槽大会 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时导演组还问我说 一名编剧 你有什么资格吐槽国主 然后我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 当时和现场一样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池子没来 我来了 大家不要误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池子跟国主 还是挺像的 对 池子学习非常差 然后他每次考试考不好 他都会振振有词 这次考试 理论上我能考一百分 但刚拿到试卷 打开试卷 看了一下试题 发现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零比零逼平了这张试卷 拿了零分 最后跟大家诚恳地道歉 对 事后老师也高度表扬了池子 说池子这次啊 虽然没有拿分 但是 他发扬了中华民族的 拼搏精神 对吧 他敢于答题 他还在考试过程中 写了个解字 创造了好几次 得分的机会 他不是没有实力 是欠缺了一点运气 张绍刚老师 张绍刚老师 真的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对 我其实个人 我是很尊敬张老师的 因为作为一名老师 他就像蜡烛一样 燃烧了自己 烫伤了别人 对 黄建祥老师 跟张老师就不一样 黄建祥老师 当年在央视的时候 他燃烧的是激情 烫伤的是自己 MISS 一个身价上亿的主播 听说当年特别喜欢海 所以报考了海南大学 MISS 跟你介绍一下 我叫梁海元 对 本来想跟范冰冰表白的 只来了电竞范冰冰 还可以了 对 现在电竞真的非常火 连张老师他们传媒大学 都要开电竞专业了 那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电竞专业 不是教你打游戏的 是培养为电竞服务的人才 为电竞服务的人才 是什么概念吗 大概就是由张绍干 亲自教你 怎么开网吧 做网管 卖泡面 顺便 顺便 再烫伤你 这次我们吐槽大会的主角是冯潇婷 大家不知道 我们这次请到冯潇婷过来 真的很不容易 当时我们给他介绍节目 吐槽大会非常厉害的 吐槽大会在我们行业的地位 相当于我们行业的世界杯 然后他一听 世界杯啊 那我肯定去不了 然后我们就耐心地给他解释 我们说 这个世界杯不需要踢足球 你不需要硬做一些 你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那个世界杯也不需要我踢足球 真的每一次国足输球 大家都会在网上骂说 谁该上谁不该上 其实啊 国足的教练选人是很公平的 行就上 不行的话 就从不行的人里面 选11个人上 虽然冯潇婷这次没有进世界杯 但是他痛定思痛 他已经为下一届世界杯 做好了准备 他买了一个超大的电视 准备到时好好观看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迷恋电视 最好还是去俄罗斯现场观看世界杯 这样我们也能够为你高兴 冯潇婷世界杯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他出现在了世界杯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 但是作为一名不争气的球迷 国足的下一场比赛我还是会忍不住关注 我也衷心地希望冯潇婷和国足 真的越提越好 因为作为一名编剧工作真的很累 我真的不想再写你们的段子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岸元 谢谢 太坏了 好 这个 大家好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长远 我跟金子是好朋友 非常了解他 他这个人呢 非常的自恋 尤其是最近迷上了健身 对自己身材呢 也是非常的满意 有时候我们在后台 换衣服的时候呢 大家伙就正常换 他不太坏了 他是把上衣脱了 先在这儿晾 然后不穿上啊 就大概是这样 就这儿老架愣着 你知道吧 就放不下去 然后一会儿呢 把裤子也脱了 袜子也脱 吊袋袜 没完啊 掉袋背心 脱完了以后啊 开始显呗 在我们面前 看我这胸肌 看我这腹肌 看我这臀大肌 我说你离我远点 脱了半天 完了又给穿上了 其实就是为了换条领结 今天来的还有一位美女 刘云 大家伙有的很熟悉 有的人呢 不太熟悉 但是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她的简历 有一条简历 特别的狠 说完肯定 你们会竖起大拇歌 刘云呢 是华人里面 少有的 曾经登上 时代周刊 封面的女演员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都有谁登上过这个封面啊 有这个范冰冰 张子怡 巩俐 刘云 这个有一个名字 显着很突兀 是吧 特别像我们小时候 做的那个题 从以上选项中 选出不是同一类的选项 很明显 这是一道送分题 我先留会儿啊 这小菜笔挺好玩的 这个刘云呢 对自己的名字 一直不太满意 这行了 差不多就得了 整的就跟那个 您比观众还高兴呢 刘云一直对自己的名字 不太满意 谁给他一刀行吗 谁呀 谁呀 你助理 好继续啊 还笑吗 刘云一直对自己的名字 太恶毒了 刘云啊 一直对自己的名字 不太满意 曾经呢 在09年 13年 14年 分别改过自己的名字 一会儿呢 改成草子头的云 一会儿改成云彩的云 但是可喜的是呢 现在他决定了 不改了 就叫刘云了 所以呢 在这里也是隆重地向大家介绍 这位呢 就是刘云 那么坐在他前面的呢 就是刘不住云 蛋蛋呢 是吐槽大会的这个常驻嘉宾 这个我很喜欢 他的这个吐槽方式 很稳定 但是现在呢 也有压力啊 因为他觉得自己只会脱口秀 戏路有点窄 然后刚才就问我 说远哥 你看能不能我去你们那个 开心麻花发展一下 后来我就劝他 我说蛋蛋你看是这样啊 你呢 那如果要是到了我们的开心麻花呢 我们的这个演员表上就会变成这样 沈腾 玛丽 长远 李旦 有一个名字是不是很突兀 像不像另外一道送分题 这个 池子 蛋蛋 还有金子 都是做喜剧的 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非常的黑 这个池子呢 长得黑 蛋蛋穿得黑 金子 历史比较黑 就连这个费玉清老师呢 见着他们三个都要说 嘿嘿嘿 什么 什么都 大家好 我是肥猫 郑德士 对你们没有干错 是我 我还在 因为今天是王金导演吐槽大会 肯定要上来支持他 大家别害怕 我说上来 从香港上来 不从下面上来的 那我跟蔡明老师也有个一面之缘 今天又见面 真的很开心 之前导演和我谈到蔡明老师 我就一起说 喂 我真的很喜欢蔡明 他和这班上老师演那个白云黑图 那个 那个 那个下单公鞠 公鞠 公鞠 很好笑 我一个向南就笑着 哈哈笑着 我大人说 你笑怎么了 你认错人了 蔡明哪有那么好笑 王金导演和蔡明老师 一起做个节目 比起来 很欣赏对方的 如果两个在三十年前就遇见 那在我们机里面 那个穿红色风衣 咬着泼嘎牌 没人身影的 就不会是秋实真 还是闲人马大姐 他不光穿着红封衣 还戴着红袖标 他就用手指 说人发 梁家辉打牌就打牌 不许赌钱 李干导演 人情野生王家卫 你野生 你野生 活多的 我也是可以听说 原来王家卫 还有分家养和野生的 对 好笑 我听说 毕导演第一集拍戏 手里拿着一支白纸 骗剧主说 是剧本 戏就这样开拍 原来野生王家卫 拍戏 也是不用剧本的 今天的主角 王金导演 我进到电影 航档里面的领路人 是王金导演的爸爸 王天宁老先生 也是著名的 拍文艺片的导演 王金评价自己的父亲 是50年代的王家卫 我难怪看 王金拍的文艺片里面 总有点王家卫的影子 当然这不是抄袭 也不是自己 是基因的力量 不过王天宁老师 真的很厉害 当年杜琪峰 都给他多了副手 那可以说 王金导演 能有今天的艺术造诣 和票分成绩 完全得益于王老天宁 毫无保留 把所有经验 全收给杜琪峰 般人说 王金导演就会拍烂戏 简直是乱说 前段时间我们合作 最终就很好看 最终就所以好看 就是因为导演是王金 和主演刘德华 郑吉丹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都是真心话 是王金导演的真心话 香港电影 对于一毫三几年 是王金导演 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开空拍烂戏 才实实在在养活了 一大兵末后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这些烂片 在让我们有口饭吃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把掌声 送给了一些明明知道 是王金导演的心涵 坚持去买票的观众 我谢谢你们 牺牲你们自己艺术品味 养我香港电影 谢谢你们啊 如今的王金导演 在香港电影圈 会说他一呼百应 今天吐槽大会 他一个电话 我马上飞过来 来来才发现 香港电影圈叫我一个人来 也有人说 香港电影就这样了 只剩下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老头 港片跟我们一起变老 但是我们这些老头 还一直在拍新片 带新人 那我们也很感谢老天 给我们机会 看到我们自己慢慢变老 大家放心 香港电影和我们一样 都很在 重点是 我真的很在 恭喜各位 我是真的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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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威廉沈沈玉琳 好 我是台湾通告王 同时我也是锁台王 我是荒谬大师 同时我也是综艺鬼才 厉害厉害 厉害哦 外号繁多 这当中最中肯的外号 是人们尊称我为 嘉义彭于燕 李旦 我的粉丝 在奇葩说当导师的时候 被人骂到半死 你还是没有学我学到位 我身上还有一个品质 就是做人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哈哈哈 好啦来说说欧阳靖 来 你好 饶蛇很厉害 而我呢 也常常被大家称作是 艺能界的饶蛇之神 哈哈哈哈哈哈 想必大家都听过 威廉沈 AKA我本人的 最新 最时刻的 饶蛇单曲 想听吗 啥 又有读书破万句下笔如有神 今天我要向你介绍一个APP 他叫有视频 上面精彩的内容有猫有狗有名人 一有金有就在有视频 还有饶蛇之神我沈玉玲 欧阳靖老师 你觉得我的饶蛇是属于什么label的 很显然 他已经被我的饶蛇震撼住了 厉害 不然就是国语太差 根本没有听懂我在唱什么 对啊 花那个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 欧阳娜娜 我的同乡 这出生自演艺世家 他的爸爸当年还是琼瑶剧的当家 男一号 很多看过欧阳娜娜表演的人 听到这里应该已经猜得出来了 是的 他的爸爸就是马锦涛 好啦开玩笑啦 那怎么可能呢 他就姓个欧阳啊 他的爸爸其实是欧阳靖 好啦不要管他爸爸是谁啦 总之他们这种新二代呢 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很多压力 但相比较于他得到的关注来说 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欧阳娜娜 你得到的关注还不够多吗 连邪欣做晚饭都要跟我抢 四岁就上康熙抢我通告 这就算了 现在演戏又那么好笑 到底是彼此谁啊 好啦关于方文三 我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真实的我特别强调 真实真实真实 很重要所以我说三次 之前有一次呢 吴忠倩憲哥带我去方文三的这个生日派对 当时呢车上还有憲哥 未公开的绯闻女友 车子开到以后呢 发现记者都等在门口 那憲哥就很有经验啊 就说 嘿嘿 玉琳见鬼啦 我们先不下车 我们绕一圈 记者就会通通走掉 好啦我们一圈绕回来 发现记者真的不见了 然后憲哥就大大方方 拉着绯闻女友下车 结果记者一群跑出来 生披树叶 头顶花盆 对着憲哥一顿狂拍 好啦第二天 憲哥跟他的绯闻女友 通通上了头条 那扯了半天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跟方文三没有一点关系的故事 就是因为 喂 方文三 要不是 你非要过生日 憲哥也不会上头条 好 以下关于张艺兴的是兵具设定给我讲的 绝对不代表本人立场 绝对不代表本人立场 好啦 我是 我认真的要赞美张艺兴啦 张艺兴真的很厉害啦 不仅是歌手 唱跳第一人 人体节拍器 还做制作人啦 主持人啦 主持人啦 演员等等等等 就连他出唱片 也是一张专辑里面有22首歌 而且还包含九种曲风 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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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乱枪打鸟嘛 我活了这么多年 数都数不出来九种曲风 为什么搞这么多曲风 还不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 而我就一种曲风 就被大家铭记了 就是什么 我的饶舌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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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破 完全吓名就有声 好啦不唱不唱 再唱欧阳经就学会了 其實我是很能理解张艺兴啦 这么努力打拼 就是为了获得更多人的认可 但是寻求别人的认可這種事 就是一个无底洞 是填不满的 索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做人最難的 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的 這是蘇格拉底的問題 現在也是張藝興的問題 人世間最可貴的事情 就是做你自己 如果連你自己都做不成功的話 那就表示你自己 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 人生就是這樣 關關難過 今天沒過不要難過 因為明天一樣不會過 謝謝大家 我是沈玉琳 Thank you See you